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上几个课当中呢,我们已经实现了 关于咱们服务器端的一些数据 拿到的一个结果 比如我们在上几课呢,获取的一种结果 类似于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一系列的数据 那么我们需要对返回的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接下来要讲解的就是在我们客户端当中 针对我们首页的fragment来做的一个处理 你比如我们这节课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首页当中点击咱们的一个选择程式 这个程式列表的显示以及选择 当然这里面我们呈现的是一种分类选择的形式 大概是一种什么效果呢,咱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截图 这是咱们做出来的一种效果 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定位程式 当然上面有一个定位当前的一个程式 我们在上几课当中给大家使用GPS定位 当然后续我们会对这个定位进行优化 这个咱们放在后续的课程当中给大家做讲解 除了这个正在定位这种选择之外呢 我们发现下面还有很多城市的一种显示 那首先A,A列表里面你比如安阳,安庆,安山 那么这些都是这些城市的首字母为A的大写字母A的一种排序 对吧,那同样我们往下来包括C,包括我们后续给大家截图 截出来的一个G,贵阳,广州,赣州,贵林 那么我们要显示出来这样的一种效果,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去做呢 当然我们会发现,包括网上也有很多例子去实现 但是呢,那些实现方案呢,一般稍微较复杂 那我们具体怎么去使用呢 那么咱们先从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去分析 大家看到这样的一种截图会首先想到 使用大概类似于List of View这种滑动列表进行显示 那使用滑动列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那每一项其实显示的它还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不一样的一种显示的时候 我们的一种原则是,我们把每一项都带有它 比如安阳上面,其实它带有一项A 安庆上面呢,其实也带有一个A 但是我们选择把安庆安山的这些城市呢,给它隐藏掉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当前那种效果 好,基于我们这种效果,我们来看一下 在代码中,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 来,来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端代码当中 大家会发现在我们接下来要写的一些代码当中 我多了几个包,这几个包分别是Consent包 打开我们的Consent 大家会发现在这个包下面呢 我多了一个大写的类,这个叫个Consent 一般会用来存放一些长量 你比如在这里面呢,我们把主机包括我们的一个城市Ui 都给它进行了封装 这里面呢,我是把服务器端的项目呢 放到了这个192.168.1.107这台主机上面 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当前运行的一个流畅性 那点评的Surple,以及跟上API City 大家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访问的一个URL地址 好,我们除了这个Consent之外,还有哪些类呢 这里面又多了一个NTT,还有一个Utools Utools里面多了一个MyUtools 好,MyUtools我给定义了一个RequestacityCode 那同样的NTT当中,大家会发现 我们在服务器端的一个叫做ResponseObject这个类 我同样在这里面也做了一个定义,对吧 但是我们无非少了一些其他的字段 比如分页这些字段 那后续的时候呢,我们如果需要使用的话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处理 好,还多了一个类 咱们这个类呢,看一下叫做CityLay 那我们要显示的每个城市 从服务器端给我们获取的城市里面 它都又带有城市ID,以及Name和ShotK 也就是我们的索引字母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呢,给它声明一个CityLay 声明咱们三个属性,给它对应的get set的方法 OK,那么说完这些类之后呢 我们来实现一下当前的一种效果 那我们当前的一种效果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要从FragmentHome当中 点击我们对应的这个城市选择的按钮 你比如我们就是点击这个选择城市 来到我们当前显示的出来的这样一种效果 好 我们对这个按钮实现点击的话 就要给它添加一个 Unclink的一个回调监听事件 大家我们使用注解的形式给大家添加了这个监听 并且我们便利它的ID 那在这里面如果我们点击的是咱们这个in desktop city 其实就是我们选择城市的那个按钮的时候呢 我们让它做一件事情 就让它start activity for result 我们使用带有返回值的一种跳转 为什么使用带有返回值的一种跳转呢 其实就相当于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们点击选择贵阳 好 最后在这里面显示的就应该是一个贵阳 对吧 所以我们点选最后返回还要有一个值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带有返回值的一种跳转 第一个intent呢 那我们填上new一个intent 首先我们从当前的一个页面当中进行跳转 比如第一个我们使用get activity 那同样我们跳转到另外一个 在我们跳转的另外一个city页面呢 也就是我们显示当前城市列表的一个页面呢 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叫做city activity 同样的request code呢 我已经给大家封装进了我们的一个utile当中 其实这里面我们就是定义一个 myutiles里面有一个request code 我让它等于2 所以我们在这个home页面呢 我们就可以填上myutiles request code 好 我们启动了这样的一个activity之后呢 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方法 就是处理返回值 好 我们这个处理返回值的结果呢 叫做ouractivityresult 但是咱们现在呢 先不对这个方法进行实现 因为我们后续如果返回了一些东西呢 咱们再进行实现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到这个city activity当中 那这个city activity呢 我也给大家在这个manifest当中进行了注册 那它关联的一个city一个样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显示出来的一种样式列表呢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选择程式 还有一个刷新按钮 另外我们下面就是一个list view 做出来的效果呢 其实跟咱们显示出来的这种效果类似 好 框架我们搭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该实现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关联 它所定义的内容界面 并且给它实现了注册之后 我们拿到当前的一个list view 并且给它声明注册 好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要提一下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正在定位这一块呢 其实相当于我们给这个list view 加了一个头部信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呢 是在咱们的 res layout当中 专门有一个叫做 homo city gun search 有一个正在定位 我们后续呢 会把使用高德地图的一种定位 来显示在咱们这个list view的header当中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来到这个界面 其实有很多数据已经刷新出来了 就相当于我们显示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一块的内容呢 其实从服务器获取的 所以我们客户端要请求服务器 并且拿到它的一些数据进行显示 在这里面 我们肯定要访问网络 那访问网络呢 是一个house的操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采取一个执行一部任务 来进行处理 使用一部任务 获取 城市的 json char OK 那么我们就定义一个public class 咱们叫做city data task extends action task OK 第一个paramble呢 我们给它定义成void 因为我们不需要进行传值 同样呢 我们的progress呢 也为void 那我们的返回呢 给它定义一个list的集合 直接让它返回我们的一个city对象 OK 这是因为我们在之前呢 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city这个类 所以我可以这样去处理 那么它要实现里面的 doingbackground的方法 那么咱们就让它去实现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执行呢 首先我们得先有一个httpclient 比如我们起个名字就叫做client 你有一个defaulthttpclient 那我们拿到了这个客户端 接下来就是创建一个请求信息 你比如我们使用httppost的请求 我们就给它拿一个请求对象 并且封装了里面的ui对象 这个ui呢 就是我们访问服务器的ui 我们已经封装进了我们的concented点 city data ui 那么我们拿到这个httppost的对象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使用我们的客户端 clienter execute 执行我们的一个httppost的请求 OK 它的返回值呢 是一个httpresponse OK 我们就用httpresponse进行一下接收 那同样我们这里面需要进行一下处理 使用tri-cash进行一下处理 但是呢 我们获取到的这个httpresponse 它是一个返回值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呢 不管你的请求正确与否 它都会给你返回 所以我们只需要它返回码 也就是我们的状态码为200 表示正常返回 那么这个状态码呢 其实存在于我们的getaStatio lan当中的getaStatioCode 当它等于200的时候 表示我们正常返回 那么如果有了这个正常返回 我们接下来才进行处理 比如我们就使用一个sgain类型的 json sgain 我们借助nttutils这个工具类的 to-sgain方法 拿到一个ntt对象 而这个ntt对象呢 是从我们httpresponse当中 获取出来的 调用它的getaNTT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json串 所以最后呢 我们直接返回我们的一个json串 即可 当然了 我们的一个json串 就相当于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块内容 我们接下来就要对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进行一下处理 所以呢 我给大家在这里面 直接封装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就叫做 parse city data json 然后呢 我们直接 扔进去我们这个json sgain 所以我们接下来 需要定义一个叫做parse city data json的一个方法 解析 城市数据的json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 定义一个public 咱们返回的是一个list的集合 里面放着city对象 那其名字呢 咱们就叫做parse city json 在里面呢 我们传上这个json ok 那么我们在下面呢 进行一下处理 这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借助了一个gothen对象 这个gothen呢 是我导入了一个架包 这是咱们谷歌给咱们提供的 我呢 放在咱们这个lips下面的一个gothen架包 好 我们使用这个gothen对象 就可以很方便的处理我们的一个json 比如我们先拿到一个gothen对象出来 new一个gothen 同样我们借助这个gothen对象 第二用它的一个fromjson 它的一个处理呢 就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json串 扔进去我们的一个json串 并且根据你所要进行处理的一种类型进行处理 而且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是一个t 也就是我们那个object对象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type的一种类型 带有json串 并且带有我们type类型的一种格式进行处理 这种格式呢 就相当于我们给定了一个叫做 new一个type token 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response object 同样我们填上 里面是一个list集合 跟上我们的一个city对象 那么这种形式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json串转化成我们的一个type token 里面的一种形式呢 是一个类似集合放着city对象 那么它的返回值呢 其实我们定义成response object 我们刚刚定义的那种类型 那么这种类型呢 存放的是我们的类似集合里面放着city对象 好 我们起一个名字 咱们就叫做response object 拿到了咱们这个值之后 我们的type token呢 同样呢 我们调用这个对象的get type 好 拿到这样一个类型之后 我们处理这种结果 就是相当于将一个json串 把它按照我们一种city的一种格式 存放成一个list的集合对象 最后呢 把这个集合对象返回成一个对象的形式进行处理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封装好的这个response object的对象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ntd里面 有一个response object 这里面不光封装了我们的一个datas 也就是我们的类似集合 好 我们有了这个response之后 我们就让它进行一下返回 return我们response object 调用的get of data 好 这个datas呢 其实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list的集合 有了这一个对象之后 我们的doing background的方法 就相当于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提交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unpost的execute 那么提交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这个result复制给一个对象 而我们返回的这个result呢 正好就是一个list的集合 里面放着city对象 所以呢 我们在上面使用的这个city list就可以进行存储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city list进行一下复制 用我们的一个result进行复制 那么有了这个city list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适配 进行显示 OK 适配显示呢 我们就需要适配器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需要写一个自定义的适配器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public class 咱们叫做myadapter 让它extends咱们的base adapter OK 它会实现里面的四个方法 那么这四个方法里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拿到它的一个总个数进行显示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定一个list的集合 放着我们的一个city对象 咱们叫做list city data OK 那我们给它一个构造函数 好 我们这个构造函数呢 就使用我们的list city data 进行一下复制 那么在这个适配显示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myadapter 进行一下初始化 你有一个myadapter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city list 并且最后我们使用list datas 调用它的set adapter 存放入我们的一个adapter OK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个适配器的一些内容 给大家填充好了 在这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适配器有多少个item呢 我们根据我们集合的一个长度进行显示 同样返回它的对应的item 我们根据它对应的一个索引位置 还有我们返回当前的一个item id 就是我们的一个position索引 那么get view方法呢 我们会重点去写 并且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声明一个holder对象 那我们进行一下书写 首先我们声明了这个holder对象 并且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我们刚开始运行的时候 当这个convert view 如果等于空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对这个holder对象 进行一下初始化 ok呢 我们的convert view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layout inflatter 也就是我们的布局加载器 调用from方法 比如我们就使用parent 也就是我们的list view 调用它的get contest 拿到它的一个inflatter对象之后 调用它的inflatter方法 咱们将一个布局文件 转化成一个view式图 而这个布局文件呢 就是我们 2.layout.homecitylist.item 每一项都有一个item 那我带着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布局长成什么样 这个布局里面有两个test view 这两个test view 分别显示所在城市 所在城市 其实上面的一个 就是咱们应该看到的叫做 城市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所以 比如我们在上面 直接给大家改成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城市 上面都有一个所以位置 包括比如这块的安阳安庆 他们每一个item 都有一个对应的所以 好 我们将这个item 转化成对应的视图之后 我们的convert view 就相当于有值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就使用我们的 villutils 调用它的inject方法 这里面呢 我们填上 第一个handle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holder对象 同样的view对象呢 就是我们当前的convert view 那么我们对它进行 注解的注册之后呢 再给它的convert view 调用side attack 把我们的holder对象呢 给它打一个标签 那我们接下来else 这里面我们只需要取出来 当前的一个标签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holder 咱们只需要使用 咱们convert view 调用它的get tag 强制类型转化成 我们的holder对象即可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对这个list view的 缓存进行来处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对真正的 一个适配进行处理 也就是我们数据显示处理 那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最早期拿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ct对象 这个ct对象呢 其实存在于我们的list ct data 这个集合当中 我们先根据它的一个 索引位置 取出来这个ct对象 拿到了这个ct对象呢 我们先对它的两个值 进行一下处理 你比如这里面 我们都有对应的get sort key 也就是我们的索引字母 同样我们也有 对应的一个name 我们就使用ct点get name 拿到对应的name值之后 大家来想一下 每一个城市都有 那么我只需要显示第一项 所以我们能不能 做一种处理呢 比如我呢 接下来先给大家声明出来 两个对象 来看一下啊 我先给大家 声明一个string buffer 那这个是可编字母串 我们就叫buffer 直接new出来 咱们把它呢 表示用来第一次保存 首字母的所以 同样呢 我们再给它定一个list集合 这个集合呢 里面放的都是string类型 咱们叫做firstlist 咱们就new一个arraylist 这个呢 用来保存索引值 对象的一个城市名称 ok 那么大家我们有了 这个name之后呢 我给大家多写了两项 那么我们定义的这个buffer 以及firstlist 它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第一个 因为呢我们的每一项呢 都需要进行渲染到数据上 所以我们的get view方法呢 会执行多次 而在执行多次的时候呢 每次我都要进行一下判断 比如我先判断一下当前的short 比如我们刚开始来到a的时候 如果这个a锁引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把这个锁引 包括这个锁引对应的一个城市 填充进去 那么我们再对我们这个集合呢 来判断一下 如果包含我们当前的一个名称 我们就让它对应的这个锁引 进行一下显示 包含对应的城市 就让锁引显示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安阳 就显示出来这个a 但是我们再去刷下面的 你比如安庆的时候 再去判断这个short的时候 其实a已经有了 所以它不等于-1 它就不会添加进去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让这个keysort 给它设置view.com 也就设置一下隐藏 但是不管我们的隐藏不隐藏 holder的cityname呢 都需要设置它的一个显示 所以我们holder.test cpname 设置它这个test 都跟上我们的一个name名称 最后我们把这个convertview 给它返回即可 好 我们有了这个convertview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适配呢 已经做完了 咱们往上来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homecity.list 这里面还有个选择程式 以及刷新链表 而选择程式好做 就相当于返回按钮 而刷新列表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数据 重新的获取一下 OK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使用注册的形式 来回掉了我们这两个空间的ID 并且便利这两个ID 如果你点击的是一个返回 我就finance当前页面 如果你点击的是一个刷新呢 我就开启咱们刚刚去创建的这个evo任务 调用它的一个执行方法 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执行evo任务 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也需要对这个evo任务进行一下处理 OK 这样呢我们的一些简单的效果就已经呈现了 那么 还有一些功能效果呢 你比如我们点击安阳的时候 我们这个页面也要结束掉 并且把我们安阳的这个程式呢 回传到我们启动我们当前页面的activity当中 所以我们还需要对这个list view的item做一个点击的接近事件 OK 我们在这里面呢也给大家写出来了咱们这个list view的item点击 每次呢都让它启动一个intent 这个intent呢 让它回传给咱们的set result 也就是回传给我们当前页面 并且我们把这个显示的本页面呢给它finish掉 它呢回传的其实就是咱们这个fragment got home 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个unactivity result这个方法当中做一些处理 我们要根据请求码和返回码进行判断 我们在给的返回码呢是一个result ok 而请求码呢其实是咱们的一个request code 定义的是咱们myutils 里面的一个request city code 我们在这里面对这个返回值的一个处理 并且拿到当前的一个city name设置到我们topcity这个空间当中 最后呢不要忘了给我们当前的一个项目添加一个网络访问的权限 因为我们坚持到一个跟服务器进行交互 ok那么我们把当前的一个项目运行一下 ok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ddms当中 我截一个图 图像呢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页面 因为我们运行出来之后 那么我点击选择程式之后呢 它给我们刷新了一下 那么我们refresh一下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其实我已经有了一个程式的列表 你比如我们使用这种形式来看一下 好 我们的安阳安庆的这些数据呢 都是从我们服务器上获取的 包括我们点击一下安山 我们要呈现的结果是 在我们当前的一个 priorment home的空间当中显示出来一个安山 那么大家我截一下图 能看到这里面显示的其实就是安山 ok那么这是我们本节课给大家带入的一个知识点 本节课呢主要牵扯到我们list view的一个分组显示 那么欢迎大家在后续的课程当中继续学习 咱们的一个高仿大众点评网的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在下期课当中呢 会对这个右面会有一个导航的一种效果 比如当前的一个位置索引 来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索引位置 好 本节课呢咱们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万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